OK 大家好 今天要講的是M2Gate M2第一個M是Multi-Level 第二個是Multi-Scale Object Detection 那我會被 OK 我是Larry 如果In case有人還不知道我 那我就是Larry 那基本上是一個備上SSD的東西 然後他想要強調 我們知道說物件偵測、物件辨識 大部分都是YOLO跟SSD這樣 那我基本上是被這一張圖 就是我不曉得在哪裡看到這一張圖 然後我被他吸引到這樣 就是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想說這個東西 那當然就是要好好的來訪他看一下 我不太確定這張圖是對韓有錯 但是Anyway 那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在Coco的Data Set YOLO一開始他的表現就是破壞 那我們知道說實際上 你在實際上使用一些小的東西 它實際上是偵測比較沒辦法偵測到這樣 那因為我就看了 所以YOLO後來有V2、V3 那Anyway就是有 那我在想說一定要 如果已經隔了很久沒看 一定要從這個東西開始看起 所以我就是看了MT-Data這樣 那Before我們進來 我們先看幾個Video好了 這個是實際上就是有人拿來 看一點點然後就是 那這個好像有點慢動作 它實際上是 對 它是看 所以大概這個大概看一下就 我們沒有讓大家看很多的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我看到這個我就覺得 靠這個YouTube的臉扯這樣 這跟YOLO的感覺完全不一樣這樣 那我沒有說它是好的 只是說它這樣出來的感覺是不一樣 那因為我比較奇怪說 現在就是M2Day大家的討論還是比較少一點 這個是 這個就 OK 好 Anyway大家就有一點點感覺 那如果今天聽完有人就是應該是 應該會有誠實高手人回去去下載 或者開始實作 或開始看你之前有玩過YOLO 那我希望說可以feedback一下 說你覺得M2Day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它有什麼比較好或不好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它看起來可以把很小的東西 都基本上通通可以抓到這樣 OK 好 那我們正式進來開始talk 這張從哪裡看到 蛤? 這張從哪裡看到 我一直後來要再找 為什麼我就忘記在哪裡看到 那這張應該是你去擋什麼stay or be out 什麼object detection的時候 就有某一個人做了這個東西 那我現在只剩下這個 我artcraft下來的image這樣 那我覺得你可能 我覺得它這個紅字是有 它到了可能是用譬如說被引用 或者是那個熱度還是怎麼樣子的 這個Sniper 我後來 其實是剛剛我才看到 Sniper這個東西其實是 它現在Coco的數據是比M2Day還要好 但是Sniper它不是one stage 所以說它在它入文裡面 你不會看到它是 一般你YOLO你會看到時間跟 accuracy 它不會看到就是時間這樣 OK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就是performance 這樣我們來看YOLO V3是A YOLO V3你知道V3已經比V1 V2 它根本沒有把V1 V2整個就是列出來 它是把V3就是最好的部分是放在這裡這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說 在同樣的時間裡面 它基本上M2Day它是它的AP齒會比它的就是還要高很多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在最外圍 最外圍它是就是熊巴在這個點上面這樣 這個紅點忘記它是 這個是Veginamate 它有兩個一個是什麼Single Scale 一個是Multi Scale Multi Scale它可以做到40點幾 那因為它只有先秀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有先有這個感覺就是 M2Day基本上好像是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這樣 OK那當然就是要想辦法進去給大家看Paper 那先各位講一下不好意思 我這個不是用PowerPoint 我其實只是DropBox的Paper的一個Note 所以在做Present的時候 可能沒有像PBT那麼賞心願望 那Anyway基本上就是大家 只是做一個論文的導讀 那看完以後大家有這個 有這個概念回去 你在看Paper的應該就會比較好這樣 那M1選應該講說就是Scale 就一般我們在做固件真的基本上是兩種主要的方法 一個叫做Image Prime Image 反正就是你從一個最大的Image 然後比如說你是Input是512x512 你有512x512 256x256 你會Input很多的Image 然後讓它去跑出來 那我們當然知道這樣子的Accuracy 它會比較好 但是這樣子的Commutation Cost很高 OK 那就是那就很慢這樣 另外一個叫做Feature Pyramid 就是我Input只有一張影像 但是我透過我的CM 我的一直不斷的Future 一直不斷的縮下來 那Commutation Cost 它當然比較低一點 不好意思這個不是SPA 這是SOTA 就是說你可以去加上一些CMN 比較好的那個Backbone OK 那就是你可以做成一個End-to-End的Solution OK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SSD SSD基本上它是用一個Convolution 這個應該是最後一個 其中它應該還有前面一個 它一共用了六個 就是六個Feature的Scale 它後面還有一個40 這個應該最後應該是20x20 這個是40 所以它前面兩個 然後再加出來再加了四個 所以一共它有六個 它現在只是在講說 我這六個不同Scale的Feature Pyramid 的Feature我去做偵測的時候 我光這樣做可能有一些問題 那我有沒有可能可以做一些改善 因為SSD事實上 它在Coco的Accuracy上面不好 所以它就開始 它就開始這個是SSD 它就開始講了別的 就這個叫做SDDN 這個叫做什麼 OK啦 我剛剛有查到我忘記了 就是它先把一張Image進去 跑出來到最後 然後用不同的Scale去做 去做放大 就是放大成不一樣的 Sampling 然後最後去做成detect 這個好像是用DanceNet OK然後我們當然知道有Feature Pyramid 它在不同的Scale的時候 它會做一些就是 就是一些什麼叫做Feature Fusing的動作 一般的Fusing 一般當然就是兩種 一種是做Concade 一種是會做Sun這樣 OK好 那主要的一個Limitation就是說 你Feature Man在Paramid Paramid就是金字塔 剛剛我忘了 就是在金字塔上面的說 它會說它只是去 它基本上 它的思考點是在做Object Classification 的一個Task 而且它是一個Single Level 然後所謂的Object 就是說物件辨識的時候 跟物件偵測是不一樣的東西 譬如偵測 我們是要把它的Bounding Box畫出來 然後辨識是我們想知道 這個是一隻狗 還是一個汽車 在做辨識的時候 我們希望 一直把Feature 一直抽出來 抽出來 到最後可能 我要偵測鳥的時候 可能是它的翅膀 汽車搞不好是它的輪胎 我們可以用HeatMap 我們可以看出來 它那個點是打在什麼地方 但是物件真是我們希望是要做什麼 我們希望它的框 整個去把它給框出來 這邊有一個例子 它在講就是說 我們希望做的是這樣 譬如說 同時在做Object Detection 我們希望它可以把它框出來 然後又可以打一個紅點 就是說它是可以辨識 辨識在這裡 但是同時可以把它框出來 這個是用叫做什麼Valid Receptive Fuel去做看 那如果實際上是這樣 實際上就是我們看到 雖然打在這個點 但是外面的框框卻是就是 它沒辦法去框到整個就是這隻鳥 那它就在討論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這邊它在討論的方法就是說 事實上 High Label 的就是比較深的那個 layer 因為它是抓到 如果去看比較深的層次的 feature 譬如說我們看到就是狗的話 我們看到它每一個 node可能是它的頭 然後比較淺的話可能是它的 edge 可能是一些邊邊或一些簡單的顏色這樣子 所以它如果在 Low Label 就比較淺的層次 我可以看到就是比較 shallow layer 我可以看到是整個 object 你的在哪個位置你可以去做它的 regression 然後你在 High Label 的時候 你去看它的時候 你事實上就是你會看到它比較重要的一些 information這樣 它這個例子 我覺得用這個例子來講比較好 OK 好 那所以它就去 propose這個叫做 M2 Day 就是 Multi Level Mati Scale Detection 那基本上它就是兩個東西 我們一起一個叫做 Multi Level Feature Pyramid Network 加上 SSD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只要知道說 這個 Multi Level Feature Pyramid Network 這個東西要怎麼做 那後面就是 Tau 就是 SSD 什麼叫做 Tau SSD SSD 剛開始我們不是有看到它有六個 六個不同的 scale 要送進去偵測嗎 那我就是把這個東西出來的東西 然後讓它去偵測這樣 OK 好 這個畫得好像我考這個很精采 很刺激的 但是沒有關係 我就是老師一步一步帶各位來把它 其實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還好 因為後面就是 SSD 然後前面它一樣它有兩個 就是跟 SSD 它有兩個 然後這邊都是 UNET 然後它有幾個 它一共有八個 UNET去抽它的 Feature 然後 UNET 完以後再送去給下一個 UNET 然後再把它整理一下 OK Anyway 我一個一個慢慢講 OK 然後幾個 term就是 就是 Multi-Label 的 Feature Primary 是做就是抽 Feature 的動作 SSD 當然就是去 Propose Bungie Box 跟 Category Store 最後當然要做 NMS 然後這個都是基本的那個 物件偵測的 這個在 YOLO 或者是其實做的都是同樣的動作 那我們其實最重要的是在第一個 Procedure OK 好 Multi-Label 的 Feature Primary 它又有三個東西 一個叫做 Feature of Vision OK 第二個是 TUM TUM 就是看起來 其實它就是一個 UNET 然後為什麼叫 TUM 因為它是 Channel 它用 Channel 比較少 就是 Channel 都是用 256 而且它 TUM 不是一個 它是有八個 它去串八個 Series 去串八個 TUM 最後 TUM出來它有一個叫做 SFAM 就是 Scale 1 Speature of Aggregation 其實是什麼意思 它又把 Attention 東西又把它搞進去了這樣子 其實它搞了這麼多東西以後它還是很寬 這就是一個 OK 好 OK 它會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先 大家先有一個 High Level 的一個 Picture 這樣子出來想一下 這個就簡單 Backbone Beple它現在是用 VGG 為什麼它用 VGG 我這個就是到時候大家 可能可以去來想 我一直覺得 VGG 是一個 parameter 很多 然後又 其實它 accuracy又不太好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還是要用 VGG Anyway 它在這邊它產生出來兩個 我先做第一個叫做 Future of Fusing M1 這是 因為它在第一個動 第一個 M1的時候 跟第二個 M1 FM的 V1跟 V2不一樣 V1只有從這個地方過來而已 那這邊出來以後 再把它 我再把 Channel 再把它說一下 本來出來是 256 再把 Channel 說一下 這個東西叫我們的 Base Feature 我們有一個 Base 這個 Base 的東西 我在每一個 TUM 我都要把它放進去 TUM第一個的時候 我只有 Base 放進去 TUM出來以後 我找某個東西再送到 TUM2 當然 TUM2的 Input 就是 TUM1出來 再加上我的 Base 進來 OK嗎 那當然我再把它送 那 TUM3的時候 就是 TUM出來的東西 再把 Base 再放進來 那這樣一共有 8 個 TUM3 OK嗎 是說的話 這邊是 可是這樣直接 這個拖到 因為你是第一個東西 拉出來 然後再丟到第二個 所以你再等第一個 做完計算 才可以丟到第二個 是 對啊 所以 理論上它應該很慢 對 理論 那它那個 DEMO 是 10 然後不知道那個是 它用比較慢的 我不清楚 對 對 我不清楚它是什麼 那 Anyway 就是說如果是以 Accuracy 跟 Time 來講 它事實上它就是 現在就是表達就是 YOLO VSign 不是 YOLO V1 而是表達 YOLO VSign 而且剛剛你可以看到很小的東西 它基本上是可以抓到 而且好像抓到很多 就是那個 Box 可以抓到很多這樣 你可以請教一下 它那個結合在一起 那時候Concant還是 Concant 對 等一下我會比較細的去講它的 它到底是怎樣做 我現在只是說 因為等一下會移步 因為不是用PowerPoint 所以我擔心大家等一下會就是不苦腦 就是先這樣就是說 好 我再講一次喔 就是第一個我有FM1到這邊 所以這是我的 Base Base我會送到每一個 TUM去 這個 TUM 這邊是串的 是 Serious 它不是一個 它是做完第一個 然後我會再送出來 我會做完第一個 我會吐六個東西出來 不同的 Scale 我找最大的 Scale 那一個把它送到第二個 這邊一樣是吐六個 Scale出來 我一樣是找最大的那一個 再把它送到下面 這樣會跑八次出來 OK 好 所以我一共有八個 TUM 跑出來的東西 每一個 TUM 出來的東西會有六個 Scale 它們 Scale 是一樣的 我就把它拿出來的 把它Concade起來 然後做Attention 然後最後我再送到最後的部分這樣子 OK嗎 So far 就是到這一邊 後面怎麼做Attention 我先給我兩線到這邊大概有一個 Picture 然後我開始要進來講 OK 好 然後就是 FF V1 它就是去把就是 就是 VGG 的 Convolution 4 Under 3 跟 Convolution 5 Under 3 這兩個東西 那它為什麼抓這兩個 這好像 SSD 的時候就是抓這兩個 所以 Maybe 就是這兩個 那你套用不一樣的 Backbone 是不是用別的是比較好的 Maybe 那 Maybe OK 那當然它會給它一個這個叫做 Multi-Level的 Semantic Information 那問題 這兩個明明它的尺寸就會不一樣 一個是 20x20 一個是 40x40 那怎麼把它 Concave 是 Concave 起來 沒有 它是用這個是 LMS 上 怎麼把它架起來 很簡單 就是我這個比較小的那個 我把它 Upsample 然後我就可以這樣做 然後送到第一個 TUM 然後這個 LM V2 就是把 Base 然後這邊出來的東西 我需要先經過一個官圖案 我稍微把它就是說一下 它的 Channel 然後變成是 Base 然後第一 不好意思 就是剛剛講說把 43 跟 53 那兩個是加起來還是 Concave 加起來 我等一下再講 對 只有第一個是加起來 後面好像就通通是 對 為什麼這樣 我也就是 就 Maybe 要叫 Reprove 到 SSD Maybe 他們有一些 Experiment 還是怎麼樣子的 然後我找 Largest Alpha Future 就是 那怎麼 Largest 等一下我可以交代 然後再把 然後把這個東西送到下一個 TUM TUM 就是一個 Renate OK 好 這邊開始數學 就是它其實在講的就是 這個 X-Base 就是我的 M V1 再把它 就是把它做成就是 就是一個 Base Feature 的東西 這是第一層的時候 L是 TUM 1的時候 我的 Input 只有一個 就是 Base 然後到了 2到 8的時候 我都會有 Base 加上前一個 Output 出來的 一個 因為前一個 Output 出來會有 6個 Class 好 我覺得我不用圖出來講好了 OK 第一個 這一邊就是 Convolution 4 Convolution 5 它是讓 Actually 出來的是這樣 一個是 20 一個是 40 那你把 20個東西 Upsample 把它 Convolution 出來 然後因為這個 Channel 是 512 它這個代表是說 Input Channel 後面是 Output Channel 然後 Filter Stride OK 那你就把它 Convolution 5 好 那你就把它 Convolution 5 所以它這個是 Convolution 5 不好意思 我以為是假期 我是在哪裡看到是假 OK 然後就變成是7684040 所以這個是7684040 然後我要經過一個玩百萬的 然後就把它縮下來 這個就是我的base feature 然後這個會變成就是1284040 OK嗎 然後這個如果是在TUM1的時候 就是把這個1284040送進來就好了 但是如果到底在TUM2的時候 我會有這個東西 再加上前一層吐出來的1284040 兩個去把它concade起來 然後變成是2564040 去做整個TUM的動作 OK 然後TUM的話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adopt一個U-shaped 就是說其實U-Net的話 標準U-Net 你去給它看 它一定是從 它幾乎就是降 最後降成32分之1 然後再出來 然後再把它跑回來 到本來 然後你就是兩個就是把它串起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很標準的一個 U-Net的一個架構這樣子 然後我這邊寫了很多其實就是 就是其實它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組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進來是2564040 為什麼是25640 我們剛剛也知道Base feature 我是1284040 我前面的一個TUM出來就是1284040 兩個concade起來就是2564040 然後我就開始整個送到 就是這個U-Net 再不要 這個就是一個U-Net的一個架構 然後它會 然後再把它concade起來 它會2東西出來 它會2六個scale 這個1 1的3 3的5 5的10的到40 共會有6個scale的東西 它會2出來 所以每一個TUM會2六個scale 那哪一個會送到下一個TUM 這一個 這一個會送到下一個TUM OK嗎 那我再跟我的Base feature 我在concade 我就又變成是25610的東西 OK 這邊 OK嗎 然後就是 反正就是 這個是一個 在這邊是一個 Element-wise的一個SUM這樣子 這邊就是一個Element-wiseSUM 然後再把它加起來 然後你就得到不同的scale 所以第一個 A是怎樣 就是那個 底下那些TUM都是128 2020 我看上面那個方塊都是寫256 那中間是 OK 這個是science 這個是channel 這個進來是4040 這個是channel 這個是stripe以後 它這邊並沒有寫到它的science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你要自己去算 這邊是4040 經過了這個2 by 2 這個是stripe 這個會變成多少 它的size變成是2020嘛 然後在2 by 2以後變成多少 4040 所以你這樣那個block 它出去的channel就128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我要跟你講說 這個25611 這個是 這個前面是builder 再來是stripe 這個是output的channel 可以嗎 OK 好 有問題就 沒有問題 OK 所以這個是u-shape 這個部分 就是indifference OK 好 所以它會有什麼就是 什麼叫做fromtum 就是可能前面幾個叫做是比較shallow的future 中間幾個是mediumfuture 後面幾個是 反正anyway你tum你愛套幾個就是套幾個 後來他有去研究tum多少個的時候 我的精度有什麼不一樣這樣子 他會有做一點點研究 他覺得八個基本上 就參數的scale跟那個來講 這個八個tum是OK的 所以這邊 就是這邊套用到的是unit的部分這樣子 可以齁 OK 好 那我們再來 OK 好 這邊就是tum 它會有不同的tum出來 那其實它一共是八個tum OK 大家說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本來一直搞不清楚說 到底是怎麼得到第二八是4040這樣子 就是anyway就是 反正最後anyway sum 然後反正就是後來我要再一次的convolution 我在做 因為這個是比較細節 就是大家大概知道這個部分就好了這樣 好 那我現在做的是scalewise feature aggregation module 聽到這個名字大家會嚇壞 看到這個圖也大概就是覺得整個就昏倒這樣 第一個 我們先講說 回共有多少的tum 八個 每一個tum output出來的 它的 它的 這叫什麼 它的resolution應該有resolution 它的scale是一共幾個 六個 我1 1 2 2 5 5 10 10 20 20 20 40 404 我一共有六個 所以我每一個tum有六個 所以 對吧 所以我one by one的我一共有多少個 八個 對 每一個又是 它的offer channel每一個是128 對 所以我把第一個的one by one的把它放進來 第二個 把每一個tum的one by one把它放在一起 把每一個tum的two by two也把它放在一起 把每一個tum的10 by 10的也把它放在一起 20 by 20 放在一起 40 by 40 放在一起 所以以20 by 20 一共為例的話 它一共有1024的 因為我每一個有128個channel 我一共有8個tum 所以1024的 那再來是怎樣 現在再來的問題就是說 靠 我有這麼多 哪一個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應該怎麼做 weight 我要給它加權 我要把這1024 我要把它加權 我前面又要給它一個weight 那我這個weight怎麼來? Attention 就是 那其實它也很簡單 這個weight 每一個vature 我做一個global average pooling 然後我這樣會變成是這樣子 我本來是20x20的1024 我做global average pooling 是不是變成是one by one的1024 對吧 然後我可能我簡單的做一個 他這邊做的是 等一下他會先做一個shimoy 再加上一個relu 他會有一些參數 shimoy加上一個relu 你會得到一個前面會得到一個weight 然後我就把這個weight 這個通通是weight 把weight去跟我本來的就是那個beachoman 我去把他做動 再把他加一起 最後就得到了 我就得到了我這個東西 OK嗎?可以齁 這就是se吧 就是se 對對對 他基本上他做的就是se的動作 然後我這邊就跟他講就是說 不然是數學符號是有一個就是 OK好 我這邊有八個 八個就是只在講數學這一棟有八個tun 每個tunxi就是我的那個 我的scale 我的scale有六個 反正我就把它concade起來這樣子 就是照我剛剛講的 剛剛那個圖大家清楚的話 這個數學符號也是 其實明明很簡單的東西 我不清楚說他會什麼 那OK好 這個就是我的z 我就是把一個其中一個scale的東西拿出來 然後我去做一個 譬如說他 我先把它就 本來是1024 1024 我先把它縮一下 然後經過一個delta是smoy 我再把它放回來 放大回來 就是本來把它縮一下 變成是一個 input是channel是1024 我把它縮成除以168 6 卡 哪是這個 1024除以16是多少 064 OK好 我就變成出來是64 我再把它放大成 經過smoy以後再把它放大成1024 然後再經過relu 我就得到我的 就得到我的這個s 這邊OK嗎 這邊只在算他的s 為什麼是這樣算而已 s以內有沒有人比較熟 他就是做這個動作 OK 他做完這個動作以後 我就得到了我的s 那這個s怎麼辦呢 當然就跟我本來的future mail 我去做一個doubt 我就可以去做一個sum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channelized attention 就是我本來是那樣 最後我得到了我的這個 然後我去做一個doubt 然後我就得到一個新的 最後的我的一個future mail 可以嗎 這邊大概可以 就是說你有假設你有20x20x1024的這個東西 到底要怎麼去把它做一個合理的reasonable 去把它上起來 然後我要送到我最後的detection的時候 我就給它wait 這個wait是怎樣來呢 這個wait就透過這個叫做se 或者是叫做se什麼東西的這個來做 那其實它很簡單 它就是我先把它壓一下 我先把它說這個它叫做reduction ratio 就是其實就是這個w1的一個dimension 你可以把它想說這是一個 在overvector 這是一個embedding的一個動作 我本來是一個很長的一個overvector 就是一個001一個1號 然後把它embed到一個300的一個dimension OK 我就所以這個叫做一個reduction rate OK 我把它壓到 可能102是我把它壓到64 然後經過sumore再把它漲回來 就是有一點是抽聚酒或者是什麼 然後再來後面就是 再來就是SSD的動作 所以我已經有了100萬這個200 它是用3x3 反正這個我覺得這個是氣象的一個計算 它不是用200 它是用3x3 然後倒是一共有6個scale的一個output 其他就是follow 就是SSD的動作 OK 好 SSD它就是我這邊只是帶一下 SSD的動作就是 你前面就是one by one就是one by one 如果是20x20 就mf20x20 它再增一個p p是什麼呢 就是b就是你每一個grid 你會把它切成做好的grid 每一個grid你要看幾個bondingbox 我後面class就是class加1 因為它要多一個background OK class它會class它會加一個 然後最後就是你的box的一個 一個就是你的位置這樣子 Regression你有whxy嘛 對不對 OK 好 那所以它一共算出來 一共有8732個bondingbox 然後再去做 最後要去做什麼動作 MMS的動作 然後Maximum suppression的動作 去把它再把它做回來 OK 好 這個是POW 就是我去網路上去加的 這個動作SSD的 這個我覺得不是很重要這樣子 OK 好 最後它把它就是做出來的時候 它一個會送到一個class 一個會送到一個offset 就是Regression的一個動作 然後最後就是NMS 那這邊 有點小 OK 我覺得這個東西等一下我們再看這個圖 就好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表這樣 就是我要讓大家看 OK 好 Training 它連什麼Training它都跟大家講 就是說前面五個A part 它叫做一個Walm part 它的Learning Rate是比較大一點 它是用0.002跑五個A part 從這個0.002到會到0.0002 它要經過90個A part Decreasing到這個動作 然後在下一階的時候 經過120個A part 最後就是120個A part的時候 喊停這樣子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Training 怎麼Training都已經跟你講 然後基本上Input Size 它基本上有兩種 一種是300 一種是300 還是320 320 不好意思 這個是320 然後它是用4張的TytonX 它的背取是32 然後Training Time的話 就是在320的時候是3天 5月的話是6天 另外它有320 因為這個是用VGG16 如果是用Resonate 101的話 就是320要5天這樣 另外它有一個比較大一點 就是它可能希望它的效果是好一點 就是850 它可能就要用到V100 蛤 我覺得應該是2 就是應該是兩張 因為就是我覺得V100一張versus Tyton四張 我覺得可能 可能不像 我覺得應該至少V100應該是兩張 Maybe四張或怎麼樣 我這邊我沒有看得很清楚這樣 那Anyway在512 用512的Size Input Size Resonate 101 在V100x2這樣子的話 一共要11天才就是放著 然後可以出國去旅遊 然後再補充 OK 好 這邊有一個還不錯的一個這邊 因為大家看起來會很辛苦 我來就是幫大家解釋一下 就很清楚去理解這到底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Base 我們只看AB就好其他後面 它有 因為Coco它有不同的 我們只看第一個輸出資就好了 這個Base叫做SSD OK 就是一開始的SSD 加一個就是這個ST-RAM 就是說變成是叫做DDSD 就有一個Brainwall叫做DDSD 就是這個 然後加8個ST-RAM 就是我把它串 8個就是DDSD 大家可以選 因為DDSD我沒有去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DDSD 然後我如果是 我用加上一個Base的一個 feature跟一個8個 它會跑到這邊 但是我如果 對不起 我如果加上8個把DDSD變成是一個TUN 就是真正的TUN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這個上面並不是 就是加上就是我們這個設計的TUN的時候 它會變成是在 就是它 如果再加上Base feature 它會跑到 譬如說32.7 再把Attention的動作加上去 那你就會得到33.2 OK 最後把BGG16換成是Resnet101的話 就得到34.1 OK 這邊就是上面的一些解釋 就是ST-RAM就是用就是DDSD的Unet的架構 8個就代表是Stack 8個 8個TUN就把ST-RAM換成是這個Pack裡面的TUN OK 然後Base feature就是每一個TUN 我都會把它送Base feature進去這樣 那這邊在討論的就是TUN你到底是要用多少個 以及Channel你到底是要用多少個 因為你TUN譬如說16到256 你這邊你的parameter可能已經到了1億多個 那事實上就是Maybe 4個512 或者是8個256其實是差不多 它最後選了8256這樣子的一個就是建議 OK 好 就是最後就是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這個動作 這個部分就是到了800 然後VTG 然後它是達到就是MAP 就是41這樣 這裡有一個 你如果打State of the Art的話 它這個另外它剛那個是用Single Scale 如果是Multi Scale的時候 這一個是Sniper Sniper的AP是比較高 但因為它不是One Stage 所以你這邊看不出來說Sniper到底Inference一次 是用多少的時間這樣 應該是會相對來講是比較久 那M2Date在哪裡呢 M2Date 這裡 OK 下面並不是時間 下面只是它發表的日期這樣子 OK 好 這邊報告黃碧 有問題嗎 有哪一部分想再看清楚一點嗎 OK 好 對 這個模型很複雜 但是唯一可以把 其實講出來是很簡單 就是當你開始寫筆記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它幾乎把就是最新的一些手法 就把它用進去而已 它有類似Sequence的概念 有Unit 有Attention 然後整個就是把它就是 加在一起 所以這個故事倒是我們說 把最新的手法全部把它放在一起的時候 也是有可能會得到一個好的東西這樣 可以問一個問題 所以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Yolo B3怎麼樣 Yolo B1那個B2D會算IoE嗎 所以他其實這邊沒有算OE是不是他比較怪的 因為SSD 它沒有算 就是Bundee B2D SSD 沒有Score 但是它還算Score嘛 你說IoE的那個Score是不是 對 就是你要把算最大的B2D 但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對 它事實上SSD是有算一個Score 我請我找一下 他有一個他可能 他那個Score到底是怎麼算 好 來來來來來 他有算 他應該是有算一個什麼Score的樣子 Score 我對不起 我忘記了 因為我最近也才準備開始 就要把SSD拿回來這樣子 所以SSD的細節 我不見 因為他只是把說本來的SSD是什麼 那我把本來的SSD的這些 feature map 換成就是用就是 multi-level feature paramid level 產生出來的 feature 來做後面的動作 有懂我意思嗎 就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 那基本上長相就是跟 就是跟就是 就是跟就是SSD是一樣 但是他覺得 OK 好 我保留你SSD 只是我 feature 不是這樣 因為 以一般的就是 他說以一般的 像SSD 一套用CNN CNN大部分的所有的backbone 其實都是用來做物件辨識的 那因為他在做物件辨識 其實是比較好的 但是他在其他的部分 可能就不是那麼好 這樣子 在做物件偵測 可能就不會是這麼好 好 還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就先這個 謝謝Merry 好